师父观世音菩萨身边的龙女也是很多吗 师父 是啊很多啊 那龙女菩萨下来的话 是整个园林下来 还是其中的一部分法山下来呢 师父 你要看他临时下来救人 他当然可以下来三分之二了 哦明白 如果他是完全 完全投胎下来的话 那就是基本上园林都要下来的 哦明白了 那师父之前打通节目录音 不是有一位佛友吗 师父解梦开始 他是哪吒菩萨的法山 如果他回不去 哪吒菩萨的原身就少一点 请问师父 菩萨的一部分法山下来 修成之后是跟原身合在一起 还是说成为另一端菩萨呢 师父这个问题 原身啊 跟原身合在一起 哦 合而为一了师父 对啊 他还是合在一起的 我问你 我问你一句话 师父一张照片 我人在这里 对不对啊 你说这张照片 如果以后被我拿到了 是不是跟我 本人合在一起了 给我拿到了 是不是我拿在身边了 对不对啊 哦 只是果位在 更一步提升 就是 是这样的理解吗 师父 也不是果位 反正回来了呀 回家了呀 哦 明白 那两个灵合在一起 思维想法会变吗 师父 这个问题 没有啊 他一个灵 没有两个灵 你这是伪命题 明白明白 你先跟我说两个灵 一般的人不能回答的话 他就要编了 开始 这个灵 那个灵 明明是一个灵 你非要说两个灵 你说 孙悟空汉毛 汉毛这个吹一下 变成十万 十万个孙悟空 小小小孙猴 你说他是一个灵 还是两个灵了 还是一万个灵了 他就是一个灵呀 明白吗 那那师父 孙悟空拔一根猴毛 下来变成人 修上去 会是会不会变成一根毛 还是 还是回到园林呀 怎么毛了 园林 他也不是毛出来的 毛是有灵出来的呀 哦 对对对 师父你一样明白了 那师父 什么样的情况下 菩萨会园林下来 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下来一部分发塞呢 师父 那要看的 一般的菩萨下来 基本上 基本上都下来了 他如果下来救人 他只是短暂的时间 下来救人 他基本上全下来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